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请了李之津资深的编剧来 应该有很多关于编剧的故事 今天特别因为我们选择的书是讲喜剧的书 大家都知道Calvin有很多大家很喜爱的喜剧 所以就要跟你谈谈 既然是我们经常说剧本是一剧之本 我们由剧本一开始讲 我们很有经验 写了这么多 但是很多人有经验过我 讲剧本 或者特别讲喜剧的剧本 我们这本书讲了一件事是有趣的 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一些get位 或者一些笑位 很多时候有些人写法是有一个公式的 他就先要有一个framing 然后再build up那件事 然后再来一个punch line 然后他很有趣就说 但是我看到周星馳 因为跟你合作了很多次的影片 周星馳那些戏没有build up 一来就有一个punch line 但是我突然看到这里我就想 到底其实一个编剧要去写一些好笑的笑位的时候 其实他到底是有formula 没有formula 你怎么也要有一个build up 然后再有一个punch line 只不过周星馳那星期以前的节奏会快很多 会密很多 而且他本身是一个演员 他本身已经build up某些东西 那变成了有一些东西 他变成了他不用太花蝙蝠去build up 因为我走出来我做何金 所以我做什么呢 大家知道这个是什么人 那其实他是有build up的 只不过他一开始已经build up某些东西 到punch line 就是要build up get的时候 他就不需要再去由头做到尾了 但是其实怎么也有这个formula 就是怎样去frame in build up punch line 这个点也要有的 是 但其实怎样才可以写到一些好笑的 通常我们笑位就是punch line 大家会觉得哇 我怎样才可以写到一个好笑的punch line 出来呢 怎样叫好笑的punch line 你怎样写一些punch line 好笑的punch line就是 看你这么离谱的 还有你怎样想不到 但是又合理 但是你又要想不到 那时候我要是情理之中 但是要意料之外 是的这个是我们做編剧 甚至乎有些观众上过 編剧盘整天都说 那两句话是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其实是的 这两句话看起来很简单 但是你做起来 就真的挺花功夫 挺巧功夫 其实挺难的 真的要如果我要符合到这两句话 讲的条件 我又要是在情理里面 但是情理里面 我有些事情要你估计 我估不到的 譬如你说你教編剧班 很多人都说 不是我教有些人想編剧班 我很少教班 但是在你自己的经验里面 有没有一些例子 怎样做到这件事 就是这么难 我想的话我会反过来 我首先想 我反过来想 怎样会够瘋 怎样会够好笑 怎样你会觉得有效果 然后你再去想一下 我怎样setup 到它是合情合理的 这样去做 就是反过来想了 那个疯的 逆谱的 效果 然后再去疏通情理 如果不是你由情理合不合理 然后再去想 就是你已经去了一个很正常的 逻辑思维地去想的话 都想到 但是你就未必说 每次都那么手道拿来 但是有时候你想到一个 哇 很瘋 譬如你说在一个灵堂那里 无端端在那里唱歌跳舞 你觉得是有效果的 那你就去想一下 什么情况下 什么 尖氧维尔那时候唱歌跳舞 你觉得有效果的 你便去想一下 怎样令到它 比较合情理一些 因为如果你不合情合理 你是没有铺电的 那就变成了闹剧 这样 所以有时候反过来想 那些事情 有没有一个实践 你用过的例子 可以和工程分享一下 有没有一些实践 哇你突然之间 那我就想不到 有 我很久之前写过一部电影 叫做《蜜豆先生》 其实那一场戏就是说 他被人打劫没有个身份证 他急着要钱 去什么 要过海 跟着他去银行 一个很熟的经历 要去拿钱 那经历当然想不到 即是不会让他拿 你就算是多熟客都拿不到 那我在想 死了 这场戏有什么好搞呢 那我就在想 死了 在这个经理房那里有什么 我不知为什么 我突然之间想起 以前小时候去做 客户服务的时候 试过被人说了一句 请你好好放下 接着又收了一句 就是留言 死了我又不知道谁 没有仇报的 那在想着电话留言 慢慢在想想想想 可不可以 套进去呢 接着想想 如果你来拿钱 你要拿个允计的 那他要打回总行 那他可不可以 说完一大论东西 好像已经谈好了 谁知道原来他在錄电话留言 这样去想 这样去套进去 然后慢慢去想一个 选择 这个挺有趣的 其实所有的选择 因为我们看电影 就是一路看 观众看的时候 就是一路怎么建立 然后去到一个 很出奇不异的位 大家就觉得很好笑 但是其实在創作过程中 所以你是要反过来做 就是有时候 不是说 当然可以一二三四地去想 但是有时候 譬如你可以想到一个 你觉得很精彩的死 然后你再去想一二三 其实都可以 就是反过来 就是多方向思维 更何况有时候 是现实中 很多东西是荒谬到你 认识都认不出 大家有空看看报纸都见到的 是 那时候就是多些留意生活 就是有时候你会想到 喂? 这么离谱都有的 那么 先带住 先带起它 总有机会 是啊 到你想不到的时候 你就 顺手黏来 就是某位大导演 大家觉得他有一些 片子有一些烂的 其实是不单止他的 有些烂的 有些烂的是怎样呢? 其实是有本报纸的 有时候见到 一些新闻很好笑 或者有些什麽很好笑 你放下它 因为你生活上 你旁边很多 有时候你 先放下它 待了 有时候到你 困难了 想不到事情 你看回可能有时候 有些事情可以刺激到你 你刚刚说这件事 我又 又带到我想这个问题了 你刚刚说的 有很多灵感的全员 其实就在身边的事 而事实上的确 可能我们现在每天都觉得 在现实生活里面 有很多荒谬的事 当然那些都是一些题材 可以去拿来做 变成一些笑话 或者变成一个戏剧的内容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其实很多时候一些喜剧里面 一些笑话 其实可能是在讽刺 某一些 我们现实生活里面的人 或者事 那些其实是很有地獄性的 是的 到底也有人说 到底喜剧 曾经有些人说 其实喜剧本身也是一件 挺有地獄性的东西 最好笑的东西 可能是因为你是在讽刺一些你现实 而你那个现实 就是某个社会 或者某个地方的事情 但是有另一些人说 其实喜剧 都是一些很有普世性的 可以 就是gag或者笑话 其实可以很universal的 嗯 我有两个说法 我也有听过 我也想听一下 其实你怎么看这件事呢 其实看你做那个project 就是以我一个职业的编剧来说 看你做那个project 你info什么 你想做些什么 喜剧当然有很多种 你可以用地獄的 如果你用地獄性 比如好用广东话 香港式广东话 因为香港的广东话 和广州的广东话都不同的 就是香港人很喜欢用 男性生殖器官骂人的 广东是很喜欢用女性生殖器官骂人的 都已经很不同 你一说就知道 但是 你用这些东西 你在当时的时候 这个年代 你看回的时候 你会有效果的 但是这个东西就不长久 你未必可以做经典 做喜剧其实最难 最有力有效果的 其实是玩situation 一个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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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件事是没有地獄限制的 就是你有时看 叉律卓別玲 你看一些 Jim Curry 他都是用表演方式的 星期间周生 周星馳 因为他们 通常都是玩situation 就算许冠文先生 他都是玩situation 当然 譬如许冠文先生 他都很表现到香港某个年代 但是很多事情 他是玩situation 这一件事是没有语言 没有地獄限制的 就是哪个人去看你都会笑的 那这一件事你就会容易一些 就是比较经典一些 例如冠文先生 譬如本金白梁 譬如本金白梁 你现在看你都会笑的 你都会笑的 但是有些 譬如比较讽刺性的 有个 at this moment 的讽刺性 对白上的 你现在看回 你都已经开始觉得 没有那么好笑 因为你已经过了 甚至乎一些年青人 去看 都觉得 不知道什么事 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你在说什么 你在讽刺什么 你在讽刺什么 所以就看你的project 你想做些什么 两样东西 没有对抗性 但是只不过看你想走哪一边 其实也可以有些project 里面可能两类型的gag位 是同时存在的 是有的 是的 譬如表姐你好棒 你现在看回当然有没有感觉 你十年前看 甚至乎那些小朋友 就是电青人看 做什么 就是那时候我还记得有一套 香港最后一个港督 是的 是的 当时看你会觉得挺好笑的 因为他还讽刺当时的政客 高官 那些 但是譬如 现在的年青人看 他都下了堂 对他没有感觉 那你就会削弱了 以后的观看性 是的 但是你当时是OK的 是的 可能当时很喜爱 是的 是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回都会很喜爱的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一件事 我知道在说什么 所以我还很喜欢看90年代的照片 是的 但是譬如你说 国内北方的甚至乎一些海外滑销 或者有人去看 就会没有了那种感觉 所以我们就 我个人 我写喜剧本 我尽量去做situation 用situation 用situation来到 来到起一个gap 是worldwide提到OK的 就是你刚刚在说 situation的东西 或者再放远一点 再趁一步 可能根本是 不只是gap 本身的framing 或者situation 有整套戏 那个结构 我给一个什么的时代背景 或者甚至我里面的人物的故事的结构 其实你开始想那时候 你都某程度上 你取了一个方向 是 但是其实怎样 或者在想这些的喜剧 或者整个故事结构 或者整个整套戏 的本身 它放在一个什么situation 有些什么的竅门 去打一个好笑的situation 或者是一个方便你去 去放很多gap 进去的situation 你一是去想一个 比较荒谬的situation 是 再不是你就在一个人物里入手 是 你的主角是个什么人 是个什么样的人 然后将他这个 你写这个人物 他什么性格 甚至乎写多些 他是怎样的black one 成长经历大约是怎样的 然后将他的优点 或者缺点放大 那你就容易产生一个喜剧效果 是 譬如 大时代 他推到很准 是 他省得 嚇死你 虽然那一部不是喜剧 但是你看下去你会觉得这个角色很出 挺好笑的 挺好笑的 那样都可以 一个要漂亮的美女 那样 其实做喜剧都是一个这样的理论 其实你 除了喜剧之外 其实 在普通drama上 其实都某程度上有这样的需要 当然你在很多drama上 你要制造一个戏剧 就是dramatic的效果 只不过你是把戏剧的效果 也放在一个戏剧的效果 就是你怎样去处理他的夸张性格 所以其实都是一种 当然都是一种 要将一些人物性格推到很极致 是 是 那我回来你刚才说 这个是一个方法 另一个就是你把 製造一些很荒谬的situation 是 那又是 怎样去制造一些荒谬的 荒谬实际 不是我们常理会想得到 不是 你将个case 最多是extreme 就是 好像我刚才说的那套蜜豆先生 是 一个CEO 很招职很串的 跟老闆吵架要过海 去建工 但是被人打劫 他就是过不了海 就是 将一劫看似简单的船 过海而已 两元搭船就过海了 就是不行 你没有 你两元都没有 你问别人借别人当你骗钱 问朋友借你死了你落难 我不借给你那些 就是你将这样去推大一件事 那你就开始发掘到一些东西 是的 这样去想就容易了 好 我继续 当然有很多问题 继续 如果各位现场看直播的朋友有问题 想问Calvin 大家也可以留言 我们在尼尾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都会问的 是的 我就继续问下去 好的 近年你都跟了很多喜剧的导演合作 也有几部周星馳的戏 你也有冬督特工 你也有冬督特工 主角是王子华 我想问 譬如你和周先生的合作 他是一个怎么样的导演呢 就是听一下他怎么拍 或者你和他合作是怎么样的过程 他其实是一个挺好准备的人 大部份时间都是 他度剧本他花了很长时间去度剧本 就是我跟你说 其实大部份很多剧本都在讲以练绩 但是去到现场他都还会跟你聊 你会不会跟拍的 我会的 我有时间我就跟拍的 但是他去到现场 他当然不会再动什么 但是那场的对白是怎么样 都再跟你聊多一次 就是再抓一下 看看还有没有更加好的东西 他是会追求喜剧效果 这样 跟他认为辛苦 但是就 因为他不停地问你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就是抓杆 对 就是抓杆 有时候你会发觉 原来我都抓到一些东西出来 你让他再抓多两个 又好像多两滴 是的 有时候 是的 有时候抓不到就亂说 谁知道亂说 你亂说一百次就会中一次 是 是 大家撞的 有时候看一下怎么样 是 但是他会肯用这么多的时间 去丢队那个剧本 或者对白 是 是 都挺疲累的 就是被他这样抓 都挺的 都挺的 每次开完会出来 散了 就是怎么说 那脑的疲累 你知不知道 就是个人又有能力 就是个人没什么事 但是个脑很累 那种 因为你个脑原来在那里转的 特别是 就是做编剧都会的了 开完会 或者狂写稿 就是狂在那里量挑挑写稿 有时候你个人很累 你躺下你躺不住的 你个脑还在那里发动 是 是 会有些 你仍然还在那里运作 是 是 是 所以 有时候你要找些东西来 策略一下自己 那 我又问一下 那就是 洞督特工那个 和导演 甚至我知道 好像王子华 本身他虽然是男主角 他也有给一些关于 但是他从零开始就已经参与了 那这个合作又是怎样的呢 就是这部戏 都没有的 我们从零开始 由一个题目 由个名字开始 由零开始 一路大家坐在那里 吃饭喝酒聊天 一路 接着维读 跟导演 跟监制 一路不断读读读读 读了一年左右 一年多 然后拍 那他都是 你都知道 紫华晨 他都很多 自己的想法 那就是 大家去調整 大家去調整 就是看下 哪样合适 哪样不合适 或者 他想说的话 会比较适合 洞督笑的 那我怎样 大家谈一下 怎样 将他化为一些 用画面 用故事来 去说那样东西 那这个是要一个 大家沟通磨合的过程 但是其实 唯独是否很辛苦呢 其实又 时间长 但是 有些时间 都是大家 专门吹水 但是 因为有时候 吹吹水 吹吹到一些东西 除非是某些 位置 真的要解决 但是一路 解决不了 那那一刻 大家就会痛苦 例如 有些什么位置 会是这样的 一路要解决 但是解决 有时候你知道 你很想推到 劇情去这个位置 但是 有些 邏輯上 道理上的东西 未能通过去 你中间 你怎样用最 方便 最 最简单的方法 去 拿到 那一刻 会 辛苦些 那听 其实 創作 剧本 那个都是一个 相对 挺长的过程 这些戏全部 就是 无论是和 周生的剧作 或者紫华城 都挺长的 是的 那说真的 写过剧本 半年一年 差不多了 那我想问 你洞督特工 有没有 和周生合作 这么扯 或者这么疲 呢 扯 都有扯 过一段时间的 都有几个月的时间 每天坐在房间 和他扯 因为 有些事情 还没有 量通 尤其是你想一条 大招的时候 就是你想一条 大招的时候 就是 你一个是 未有大方向 那一刻 就 比较 辛苦 又不是的 就是 难一些 因为 没有对和错的 你 怎样都可以的 是的 就是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不是东东特工 是什么 我们一开始的时候 是香檳特工 是香檳大厦的 是的 后来 才想想想想想想 改改改改 做到你一样 所以 就是 因为那时候 大家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可以的时候 你怎么去做 decision 就是你有一个 idea 你一个 idea 就是说你说服我 我也试试说服你 就是要慢慢去公平 大家都觉得这个可以 那一刻 那一刻 那你说 辛苦又是 时间长 但是 过瘾的 如果你说 一开始 其实可能 最大的方向 都没有很有 你怎么去 我没想到 怎么一直收窄到 可以成为 就是由一个很 很简单的 你譬如 我们开始的时候 开银特工 那我们在这儿 就是我们觉得 咦 不是啊 香檳又拆了 拍完之后 那些香檳大厦 是什么 不知道的了 那些人 是 但是又觉得 为什么我们 会觉得这个 又好玩呢 那中间 有些 什么 是好的呢 可不可以 就是香檳大厦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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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tuation 就是我们在找一个 兜蹲的 特工 就是一个 以前很厉害的特工 兜蹲到要蹲在香檳大厦 和那些 性工作者 一起 就是虽然不是 是兜蹲的 挺幸福的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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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我们不想做香檳大厦 的时候 那 就想了 咦 有些什么好看呢 就是 中间你觉得 这里有些什么好呢 这样 好的 东西 抽出来 然后再在这里 再去想 怎样又可以配置到 又有另外一些东西 就是这样慢慢去推 慢慢去想 因为你每个人提一个方案 肯定有一个卖点 有一个好处 那你就慢慢收集到 一些东西 然后再去想 是不是全部要 或者怎么样 会不会有一个大方向 可以有这些东西 这样去想 所以你刚刚在说 其实 全部都是有很多 各人有看出自己的意见 然后再去收集 那我都见到你很多 你编剧的作品 其实都是一些 有很多 起码几个编剧 一起去做个剧本 嗯 那跟其他编剧的合作 或者分工是怎样的呢 嗯 那当然 会有整有库 有些是 大家坐在这围堕的 那 那 最后 我一个人去统一些东西 哪些要哪些不要 然后去写出来 通常你是到最后 就是 集国家大城整合那个 多数都是 多数project都是 哦 多数project都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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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剧有很多种的 是 有些 好写单 不计得 有些好计单 不计得 是 有些好快 有些好慢 那我慶幸 我都计得下 写得下 这样 是一个全能的編剧 那 那做得久 这些 说真的 它工多艺属 就是有时候你看一些 前辈高手的剧本 你会想 你一看你会看到 哇 哦 这样啊 怎样 简而精快而准 那你 就是经历得多 你慢慢你会 看到一些东西 你会摸到一些东西 就是 就是我 就是我由入行 很久我就整天去 現場的 嗯 就 變了 而且 自己又拍过 後來 拍过 演过 那 你慢慢知道 究竟 那剧本 要怎么写 要 要交代 那些什么 以前 小孩出来做的时候 就 什么都写 想到什么都写 那后来会发觉 咦 原来有些东西不需要 这样写的 哦 或者这样看 導演和演员 看得 不舒服的哦 那 就慢慢去 又看到一些 前辈 师傅 怎样去写 一个剧本的 就知道 大约应该去怎么写 就是 刚刚说 很多时候 你就是去到整合 或者去到 就是 谈完 你去集国家大成 那一个 在这个过程 当你去整合 就是那个 讨论的过程 就是大家 那么多ideas的过程 通常的挑战是什么 有时候 就 那个judgment 是 就是 不是个个人 说个个都好的 是 有时候 譬如我和周先生 周先生当然 他会有个主导权 是 对去 咦 这个point好像挺好的 那 我不是要去想 怎样 真是用到这个point 怎样合理化这个point 如果真是做不到 我可不可以有一个更好的东西去提待他 就是 怎样 就是出来的效果是怎样 那就要谈 有时候甚至乎 咬 就是 有时候真的试过 你和周先生咬 和周先生咬 和周先生咬 和片期拍台咬 也试过 和周先生咬 也试过 但是周先生有点好的 他不会说 他不会说 去盯你的车 什么东西 然后他说 因为我不喜欢 他一定给到的原因 就是 观众的情绪 合不合理 拍摄的难度 他一定会给到的原因 其实某种程度上 你便学到一些东西 某程度上 你便知道 咦 原来是这样的 写到 拍不到 写得多好都没用 就是导演经常都说 四个字已经拍死你了 千军万马 拍死你了 所以有些导演就是说 有时候导演拿着新手的剧本 就好 不是不好 拍死人 你看他写些东西 所以我们 譬如我们 职业的编剧 我做得好些 譬如我接一个工作的时候 我会问你多少钱 你多少钱 你多少钱 我做多少事情给你 不是说 我闲点 就是我 场面上 场景上 我 奏回你 不要写到 飞机大炮 枪林弹雨 然后你得 八百一千去拍 那你怎么拍 你拍不到的 枪林弹雨怎么拍 不是 有时候 你可以在第一步的时候 先想定 是 我又想问 刚才说到拍出来 要看拍出来的效果 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 演员 演员 或者是 你是不是捕捉到一个 punch line 的timing 那个节奏 其实是 那个出来好不好笑 其实演员的演绎也很重要 是的 又想听一下 你觉得 在一些 演绎过你的剧本的演员里面 你有哪个 或者他的演绎你特别很 很深刻 是很好 或者不好 演员 演员 在喜剧来说 演员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很重要的 一个point 是这样的 甚至乎 正在说 星爺的 导演的戏 他都很核 他遗憾就是 没有一个周星驰 给他演 就是给他拍 是 那变了 就大打切扣 很多东西都 因为每个演员有自己的魅力 还有有他自己的演绎方式 那其实同一个剧本的演员 比哪一个演员去演呢 效果都不同 那如果尤其是喜剧呢 如果知道哪个演员呢 我会尽早去摸 就是看一下他的演戏方式 他本身的性格 如何去看一下 摸一下他大约会是怎么演的 然后在一个角色上 在写的时候 会变这一件事去做 因为你天马行空地去写 硬套下去那里 是会没有效果 甚至会有反效果的 就是譬如我拿周生去日本 给子华神演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就是一个是比较偏向幽门 一个是比较表演 风行表演式的东西 那变了你要去摸 去看 去看 因为你不可以强行演一些 你明知道他演得不好 你强行给他 或者push他去演的 就难些 那还有会和导演沟通 看一下导演是想走过什么风格 或者他会 就是大家去挖过演员的一面 就是我跟你说有些演员是 其实都可以挺搞笑的 但是他没有拍喜剧 你不知道的 就是譬如 吴振宇 其实他也有他喜剧一面 劉青雲也有他喜剧一面 是不是 就是你医回他们本身那样东西 当然 你说那就是没有突破 那就是和演员沟通 看一下怎么样 但是就不要说 就是大家去 其实大家去沟通 因为电影永远都是一个 集体创作的东西来的 看一下 大家 导演 演员 大家去谈一下 可能撞到一些东西出来 但是大家要沟通好 如果不是你 硬挖挖地去拿一个剧本 就硬强迫演员去演一些他不擅长的东西 那就很尴尬的 整件事出来 譬如周生近年的电影 很多他都是用 不是用职业演员 用一些 用一些 用一些新人 那当然 例如你做过一些动作特工 你看一些很有经验的演员 像《紫华晨》和《蛇丝晚》 你刚才说的 每一个剧本 你都要回想哪一个演员 当你面对的是新人 或者没有演戏经验的人 和你面对一个 已经在行中做了很多年戏 你的考虑 或者你量个剧本 给这些人的时候 有些什么 有时就是出了个角色 除了主角之外 出了个角色 然后想对谁做的 当然有些就说 喂 没有的了 董大公 找蛋就是的了 只说唐阿蛇的了 那便想一下 可以怎样做 我那小蛇是个傻妹都可以的 她都做到的 很純粹都可以 但是 糟了 做过了 那便想一下 会不会有些 另一方面的东西给她 然后 咦 她玩起来都挺辣的 不如试试 做掃把头 行不行 这样 就是去想 因为认识这个人 就会知道 咦 她应该会做到这件事 会有效果 大家谈一下 她会觉得咦 都可以 那便试试 这样去想 当然不是说 每个项目都会说 有那么好 那么多机会 你每个演员都去摸 尽做 有机会就做 就是想这件事的效果好些 是 好 我问了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 现场在看直播的观众 有没有人问问题 没有的话 我继续问 有问题大家欢迎留言 我刚刚说完 譬如你想到 阿蛇可以做一个很凶的掃把头 但是当你譬如 周生的电影 她是用一些相对用新人的时候 新人你又如何去 先有角色 你已经想到 要一个什么人 再去Cast 还是 没有 这些周生做的 当然我会陪她去Cast 但是因为是新人 我没有理由找到新人 才写剧本 当然 那就变成了 譬如美人鱼 我们就去想一下 找一下究竟 哪个 就是选择新演员的时候 看看她有什么特质 是适合去做这个角色 那你写过 那些的Case 那些我就不管了 我就纯粹在戏剧上 我觉得效果如何好看 我就写了下去 是 那你就留回周生找一个 对啊 到时候去做 这个角色的人 是啊 那当然 其实基本上 最好就是 天马行空地去写 就是我刚才说的 那些是一些比较商业上的操作 是 就是因为有时候 我为什么要开部戏 就是现在比较少一点 我为什么突然开部戏 那通常都是 以前就说 我觉得这个题材好 我叫他写 那你先写吧 我再找演员 就是奉勃的时候 但是现在当然有些稳定的 我一个演员有了约 有期 想和他开部戏 什么准类的 那你就知道有个人 所以你就 因为知道多了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你觉得是 已经定了 那你就会有个方向去试一下做 那你就可以 那些案例 就是 可以就着 这些就是商业操作 那当然这个是很现实 因为 电影都是一个 商业营作 但是其实你自己会最想是 可以被你完全天马行空地 想怎样都去写 还是你都会觉得 其实我有了一些 可能已经设定了某一些的 我要这个演员 或者我有一件怎么样的事 就是你 其实对我来说 就是当一个商业的操作来说 我写的 那当然是你给到 越多information 我越多指线我就容易做 但是 以创作上来说 当然是想 不要这么绑手绑脚 就是不要说 有什么规限 其实我又不觉得 这是什么规限 就是 自由作文 因为给你一个题目 作文的分别 但是有时候反过来 你自由作文 那当然 你有些东西很想说 有些东西很想写 那当然可以自由作文 但是 这个不是自己 happy 现在是想吃的 那你当然是给我一个题目 我快 你快要写了 你快要好歌 好老实讲一句 是不是 你有没有自己 恨过 真的写一个 自由作文的题目 或者你很恨 你很恨 有什么恨 我有想法 我就写了 你写什么 没有人要花精神 花时间 你有没有做的那些是你自己 真的纯粹自己很想写而写的呢 都有一两个的 都有一两个的 但是这些 你可以有一些 一路稳定 一路慢慢去打磨 整件事 因为 劇本很差的 永远没有最好的 只有在那个 deadline 逼到你 在那些地方 你觉得最好的 比如我现在看剧本 我还觉得我很多东西可以改进 就是 我当然想说 但是只不过在那个 moment 那当然创作你一定会觉得 可以做好些 不过又在商业世界的运作里面 你又迫着 其实你有deadline 有这些 所以 所以 整天说 那些编剧 你们不到deadline 都不写稿 都不写稿 不是不交稿 那其实 某程度上是 但是 其实 又不是说 完全怪怪 懒惰的 因为其实 你有很多想法 A B C D 你自己都未必 握得住主意 好像大家都很好 但是 但是 你会想 deadline 临近了 你就 做个 decision 就是这样 就是 你会不停面对这些事情 所以 你会拖着拖着拖到 后面 就是 总之 deadline 前那几天 是你创作力最爆发的时候 就是 就是创作力 就是 迫出来的 有deadline 就死人 也要做一些创作 所以你要做一个 好的編剧 你要找一个 可以给到一个deadline 你不交你会死人那种 你就会逼到自己的小宇宙出来 其实都是deadline 作怪 嗯 那 我又 就是 就是说完一些很宏观的东西 我又特别想说 就是问一下 我很喜欢的那部戏 《美人鱼》了 就是 那样东西是 就是 那个过程 或者是怎样整件事 的缘起 就是 怎样开始 或者你写的时候 就是怎样去 怎样去 好像你说 制造一些situation 不是 这个想法是 周生自己的想法 是 是 是 那时候 我接手 那时候 就出了一稿 但是他就 放下了很久 那他就想再 起动回这件事 那我师傅就把我介绍给周生 那我们就开始去谈 那其实 都大致上有个囊子的了 是 大致上 就是因为已经有个 有第一稿的了 整个故事的结构 有大量在那儿了 但是我们就开始去想 有些什么 改 因为之前的想法 和现在的想法有些不同 是 那大家去谈 怎样去做 就是又写了 出来的效果 咦 一样的 就是又要改一下 一些想法 那些这样 那结果如是者 整个剧本 都搞了三年多 四年 才开拍 是 那其实 可否透露 其实改得最 就是 三年多四年 我幻想应该改了 就是有某些位置 还是改头换面的了 其实什么是 改得最 最厉害的 或者为什么要有些 有些什么的考虑 改的时候 就是之前觉得有些什么 不如改了它 令它整件事好笑一点 好看一点 本来 本来 美人渔斗没有那么大一样的 本来两个三个的 现在是很 就是我们有一间 有一间屋 就变成了一只大船 因为觉得应该是一群 那 譬如 就是他们那种 破坏环境那些东西 就把它合理化了 就是因为要建屋 因为要什么东西 那些 就是这样的 他们的感情发展 那里 就 就 就 多了些东西 多了些东西 譬如 就是 他们的感情发展 会更多些波折 但是 本来的主要是 太子女 喜欢 刘谦 这个又想杀她 那么有什么 这个 这个本意就在那里 是 但是通常是每一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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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设计 那里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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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意其实在说很多 就是很多人后来 一直在这部戏看了很多 就是 环保的意识 那些东西 这个都是本意来的 还是其实 本意来的 本意来的 就是 周生一路都经常说一句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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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人类这么奇怪的 哪个人在自己的家里 亂扔垃圾 在自己的家里 亂扔垃圾 所以 就是 它有个这样的意识 它有这样的意识 所以 所以我们就 从这个方向去想 但是其实我们 整部戏没有说过一句 要人环保的 是 就是 没有 完全 绝对不是一套 雪教的戏 反而你有时 你更加怕有些戏 他有个信息表达 然后在一个剧本 就画公仔 画出场 是啊 那当然整部戏完全没有这个 但是 那个信息其实也很清晰 都 就是观众是很容易看到这个信息的 是啊 因为 我们 我们将美人鱼阿珊 其实 和一个污染的受害者挂勾了 是 我们后面还会有一行 就是说 有些美人鱼 是被升纳 美食污染 奄奄一息 已经在这儿养伤 所以它报仇 其实我们 把阿珊这条美人鱼 和环保的受害者 就是污染受害者挂勾了 那到它还要被人追杀 被人打 怎么样的时候 就 在暗地里 已经将环保的信息 带了出来 好 咦 我们都差不多了 是吗 这么快 不过还有少少时间 可以说 多说一些动督特工 我刚才说了一些周生气 又说一下这一套 说完这一套就差不多完 是有一个数据头 就是阿蛇和数据头 有一个挂勾 这个是 你刚才说的 就是阿蛇和数据头 你正在想像阿蛇没有做过这些角色 这个又会不会去到 当我这套电影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 其实大家 其实这个 这个 就是数据头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 他演发的 reference 其实他演的也不是数据头 他也没有数据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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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只是一个 我们的概念 不是 那时候 我想是想什么呢 我想是想什么呢 就是想说 阿王子华这个特工 得罪一个女人 就搞到自己一路都没有运行 那我们说全香港 在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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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罪谁最大事呢 你有什么大事 得罪了保安局局长呢 所以 然后就因为 他得罪了保安局局长 所以你就 逛街都被人扔告票的 那些这样 那些这样 所以 不如 就这样 保安局局长 一路以来 最大的形象就是 措斑头 所以就 这样套了下去 是吧 现在写的是 原来保安局局长 上面还有一些更大的 很厉害的女人 是啊 其实都是因为用巧 来的 我想说 哪个最大事 可以追杀你呢 所以就想了 保安局局长 所以其实 应该归根结底 首先是那个 situation 是啊 其实是那个 situation 慢慢再引伸 慢慢再引伸 而是我们 有这个 生活再 经历过那个 时代的人 就会更加容易 多一重少委 多一重少委 但是你现在 你想一下 比如你 美国你都会明白的 你有什么大事 得罪了警察统领啊 就是想能够玩死你的 就是这个是不是situation 就是你变成其他人 看你都会明白 这一件事 其实situation 那个才是 刚才说 那样东西是universal 那些很 有即时性 或者有 跟当下 有关锋的东西 只不过是 那样东西 如果我们 是生活在那个 moment 你会感受深一点 我会有多一层感受 我会有多一层感受 多一层感受 多一个笑位 多一样要去笑 但是如果你只是 在一个对白上 在一个造型上 或者在对白上 做的gag位 那就是 那个moment 笑完就算了 之后的人 看不明白的了 是 所以 如果是真的一个 你又要当下 给别人很好笑 又要 它流传到后世 或者是一个 超越了地域的话 其实可能是 就好像 动作特工那样 你是有两个layer的 笑位 就是 我会在那个moment 可能是两个layer都会笑 就算我流下去 可能就是 仍然都觉得它是一个 很有娱乐性的 对我来说 做的事 就是尽量想 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你已经是大师了 不是 大什么师 大把人是大师的 大把 我就学了很多东西了 那我想不如我们就 今天就谈到这里了 多谢你上来 我们的节目上 就是分享了很多喜剧 背后的很多 創作的历程 给我们听 至于各位想知道更多喜剧 由另一个角度去听喜剧 大家可以去找这本书 是的 很多前辈寫的 很多前辈 超人 其实这个project的 这本书最初发起 其实是超人的 是的 就是超人 就说了很多他和不同的导演 包括黄晶 珍珍等等的 一些合作的经历 但是其实它是 最初它本来是一本这样的书 是 超人自己 接着就去了拍《黑暴碑剧》 接着他就写不完 是的 接着就找人帮忙 于是就有 但是那些又会补充了 另一本书 是 这本书呢 挺丰富的一件事 就是它某程度上 好像是一本香港喜剧《年鑑》 是的 就是它由60年代 70年代 80年代 香港经典的喜剧 它不是说数出来喜剧 是背后是哪个人做 哪个公司 什么情况之下 那个年代什么去产生这部喜剧 就是这个是最有趣的地方 因为始终其实电影都是 你真是一个商业的运载 是的 就是你看《摩登保镖》 《表姐你好事》 你当作是喜剧 但是它这里会说回 什么年代 那时候怎么有个氛围 怎么去拿 拿资料 就是问老板 老板喜欢什么呢 喜欢什么 怎么去扔钱 为什么要搞这部电影 那些 就是我觉得是另一方面的一个 香港喜剧电影的连鑑 当然你每一部电影出来 其实每一个年代 它都有它的社会文化的意义 包括它一部电影怎么生出来 它是因为当时 就是好像你这么说 商业上其实老板喜欢听什么 那另一方面 就是其实这部电影本身 你都会看到 就是当时香港社会是一件什么 的一回事 所以我觉得 虽然本来可能超人的原意是 就是它讲一些不同的喜剧创作人 但是有了另一些的 去讲一些历史 就是由六十年代 粤语片的喜剧 一直讲到去 后来去到新艺城 去到九十年代的喜剧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 有趣的讨论来的 当然再可以看回 就是它就没有cover到一些最近年的 因为这本书期都有几年前出 都没有去到 那我们今天的讨论 就是刚刚好就是 就是这本书之后的一些喜剧 就是Calvin寫的一些大家很喜爱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也都听完今天 想再知其他 就欢迎来这本书来看 那多谢Calvin 没问题 OK 多谢你 好 希望大家多看一些喜剧 戏丸开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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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